在我个人看来 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 这本书最核心的论断是 人类历史曾是大陆史 一切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都发生在欧亚大陆 但是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扩张 则是海洋性的 西方的胜利就是海洋霸权的胜利 这是作者王耕武先生的原话 王耕武教授1930年生人 一生四海为家 因为求学教学的关系 他辗转居住过的城市 包括医保 吉隆坡 新加坡 南京 堪培拉 香港 伦敦 王教授1930年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四水市 也叫苏拉巴亚 现在有的时候也翻成苏拉巴亚 在马来西亚北部霹雳州的医保市长大 他在新加坡马来亚大学 获得历史学学士及硕士学位 后来又在1957年 获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学位 担任过马来亚大学教授 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 1968年后 他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远东历史系主任 太平洋研究院院长 1986年到1995年 担任香港大学校长 从1996年起 王耿武教授和夫人 长居新加坡 是新加坡国立大学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 创院主席 并且曾经担任尤索夫伊萨 东南亚研究院和国大 东亚研究所所长 现在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 特级教授 王耿武教授被公认为 全球首屈一指的 东南亚华侨研究专家 他通过追究中国历史 与南方邻国复杂关系 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 来理解中国 对诠释中国的世界地位 有重要并且非常新颖的贡献 王耿武教授夫子之道 回想起来 我选择历史有两个原因 一是我自己喜欢历史 二是我在认识 新马来亚环境时学到的经验 在王耿武教授看来 历史是一个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 与现实有关的所有过去事物 都包括在内 我在学习成为历史学者时 一直关注的是与现实相关和互动的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渊源 本书各章分别 使得学术太懂 对一位外行的历史学者 威威道来的方式展开 这一方式具有某些优势 首要的就是我作为他的轻重 可及此以非学术的方式 向普通读者传达这位专家的精深见解 黄金明先生建议读者只管将这访谈录轻松的读来 将之作为一个灵感来源 在他的启发下 进一步去思考世界史的各个方面 并思考这些方面 是如何影响我们看待人类诸多文明之间的关联性 黄金明先生还说 王教授所给予我的 是对世界历史更广泛的认知 对此我永远感激他 这些访谈给了我营养丰富的精深食粮 足以相当长久的维持 我对历史现象的好奇心 王教授向我展示的历史画卷 是如此色彩封城而由一目了蓝 丰富了我对世上仍发挥作用的历史动力的认知 他的那些见解一旦听懂 就会给人茅塞顿开的感觉 王耕武教授指出 中国是世界的边缘 自古以来都是 在王耕武谈世界史 欧亚大陆与三大文明这部书中 王耕武先生谈到世界的核心和边缘 认为人类历史曾是大陆史 人类文明进程主要发生在欧亚大陆 欧亚大陆的边缘产生了三大文明 地中海文明 印度文明 中华文明 但这三个文明都不是核心 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历史划分方法 传统上世界被粗暴的划分为东方和西方 对于西方来说 东方始于他们家门口的台阶下 而对于东方来说 西方这个概念则显得过于模糊 王耕武先生颠覆了这种死板的划分方法 在他看来 无论地中海 印度还是中华 其实都是边缘 他们被同一片广大区域连接起来 并长期受到来自这一区域的巨大威胁 这便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被忘却的关键角色 中亚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地缘核心 很多世纪以来从中亚迸发出来的力量 塑造了催催在他周边地带的诸多文明的本质 对出于欧亚大陆边缘的文明来说 首当其冲的是要抵御 来自大陆福地众生之处的军事威胁 这一当务之急 留下了戏剧性的历史遗产 在中国历史上 游牧部落三番五次的征服天朝的土地 而对于印度来说 络绎不绝的征服者从北面 经由阿富汗的狭窄通道涌入 无可否认的是 抗击东方侵律者的斗争 是西方文明史上的一抹重彩 无论抗击的是波士军还是阿拉伯骑兵 如今已成了失落的世界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巨变 是因为近代世界已经从陆泉时代 跨越到了海泉时代 欧洲海洋国家崛起 对欧亚大陆形成包抄围困之势 让本来彼此隔绝的边缘文明 直接碰撞在一起 这也是全球政治与经济的开场 如今世人常说的全球性 其本质就是海洋性 正如王根武教授一再强调重生的那样 世界是海洋的 作为读者 我们还必须感谢本书的议者刘怀钊 他是加拿大马克迈斯特大学的硕士 也是台湾第27届梁石秋文学奖翻译奖的得主